董事長 我本來看不懂說 你今天要號召群眾上街頭 你要直接跟人家嗆一下 你選擇了民進黨中央黨部的前面 結果你就覺得說 你又在手术兩端 我看不懂 可是我後來你幫我點醒了 你說這是柯文哲的最後的悲鳴 對啊 他是19號這一場 本身那個場地的選項 就是表現出非常大的惡意 但是沒有力量 所以我稱之為 那個是一個沒有力量的悲鳴 沒有力量的悲鳴 對啊 今天就反射出來了 他今天就開始對他19號這個失敗 先鋪墊一個場面出來 要講一些大家全部懂的東西 最大的謊言 叫做一向主張政黨和諧 今天立法院會那麼亂 就是他的主張搞出來的 他內部有兩種力量 一邊主張要跟國民黨合作 一邊要主張要不跟國民黨合作 另外第三點 你看到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今天誰 今天還是有一個沒有出現 黃珊珊 對 沒有出現的缺席者是比較重要的人 黃珊珊沒有出現代表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黃珊珊沒有出現是他不讓黃珊珊出來了 大家都搞錯了 民眾黨的所有一切的行動 拍板定案就是他 他就是雍正嘛 你要來 你不要來 誰決定 他決定 當然是他決定嘛 所以他不讓黃珊珊最近跟他同台 你要回到當時有個畫面你記不記得 當時在談北市科還是談哪個 所以不是黃珊珊自己不要去的 黃珊珊有自主性嗎 沒有嗎 從來沒有 不知道柯文哲怎麼會有自主性嘛 黃珊珊跟他有任何一個案子 在黃珊珊管轄的副市長範圍內的案子 包括我們昨天談的那個什麼市長處的案子 蓋那個爛尾樓 那個是黃珊珊督導啊 包括那個什麼北市科 那個黃珊珊督導啊 所以只要黃珊珊蓋過章 才會到他蓋章啊 中間有個副市長的合章耶 所以他要黃珊珊 所以那三大案跟黃珊珊都有關係 所以他要黃珊珊不要出現嘛 你知道嗎 那他現在在怪誰 在怪黃珊珊嘛 柯文哲的反應你要理解 我非常瞭解他 他出事情的時候 他是先怪別人 怪天怪地怪別人 怪天萬天萬地萬老 非萬老不萬多 他是對的 他是好的 這是他幾十年的生活傳統 不會改變 所以他現在怪誰 怪黃珊珊嘛 因為他一直他身邊有人告訴我說 他會重用黃珊珊有個很重要的理由 黃珊珊本身是律師嘛 是個法律人嘛 所以他敢蓋章的很多原因都是因為黃珊珊 敢蓋章他敢蓋章 他是因為黃珊珊 他現在已經覺得被黃珊珊害到了嘛 所以你要解讀他這個要背後的背景 要搞清楚 搞不懂要幹什麼 他在火大黃珊珊 火大了 然後切割黃珊珊丟包 他到時候一定出庭 他都是黃珊珊叫我幹的 他絕對他今天的訊號就告訴大家 所以黃珊珊繼續明天不敢出現的 黃珊珊講的任何 他最近幹了一個飛機室 你忘記了嗎 原大嘛 原大誰搞出來的 不黃珊珊搞的嗎 又他搞的 黃珊珊在地方講過 他在他的臉書上面講 原大你要來的人時間地點都有 你不要推脫 結果原大就是因為黃珊珊寫的臉書 原大才跟你拼了 對 原大開始有聲明衣 然後又把過去電郵一大堆 通通把那些家中的這種典藏的寶物 通通丟出來 搞到現在這個事情 他檢察官一看爽歪了 這個偽造文書確定 這個偽造文書確定了嘛 所以黃珊珊是一個法律知識 極為不足的法律律師人 然後呢 柯文哲誤信他了嘛 所以後面都誰出現 黃柏超 沒有 每一次 戰狼小姐姐 所以這些的規劃 他全世界只聽兩個人的話 他只聽兩個人 他的無解會 我都忘記了 我找到兩個人 一個是戰狼小姐姐 一個是黃珊珊嘛 那現在黃珊珊出局了 現在誰主導 戰狼小姐姐 戰狼小姐姐主導 又一步一步把帶到土城去了 帶到土城 好 玉鳳 剛才講現在 柯文看起來非常焦慮 他現在手數兩端 這個焦慮這個手數兩端 真的 跟他面對的 也就是他不像他講的這麼輕鬆 這三大案 檢調辦下去 真的會傷心動骨嗎 對 我們今天看到了 手數兩端的柯文哲 其實他最害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司法偵查 他一路以來都是念醫學的 他一路以來沒有犯罪的一個訓練 所以他 沒有犯罪訓練 他根本搞不清楚 那個事件是怎麼樣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他可以感受到一個壓力 那個壓力就是檢察官 磨刀霍霍 準備要砍傷他 所以他現在想要把群眾帶上街頭 看能不能夠用這種政治的動作 嚇一下檢察官 但是這個嚇不住的 因為你現在對付的是誰 是北檢的檢察官 所以你今天講了很多的東西 其實你看他說的話 都是情緒性的 他以前其實講過一件事情 他在第一次選台北市長的時候 他就說你要看一個人 到底是有沒有底氣 到底他講的什麼內容 你把一些情緒智的自己也拿掉 看他有沒有一些骨幹 他今天講的東西 不是說議員 你們當初都在議員啊 東西的你們是 什麼東西嗎 你們現在突然清醒了嗎 但是你想想看 他今天唯一講出來的這個金句 有內容嗎 沒有 沒有內容 所以表示我們柯文哲的主席 他也已經慌了 現在來講的話 為什麼要把時間定在5月19號 為什麼 其實他就希望說 你可不可以5月19號之前不要喘我 你可不可以 為什麼 示緩折緣嘛 因為他也知道說現在 他在拖時間 對 他現在講說 他在拖時間 沒錯 你不要在這個時間 但是我告訴大家 我5月20 我會去參加這個Party的 我5月20 我會去參加這個就職典禮 我希望的是一個政黨和解 所以你不覺得他今天走上街頭 站在這個 我們對面 那個 監裁員前面 我一開始覺得 我今天應該是要來跟你拔刀相向的 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整場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吞吞拖拖的 所以呢 他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呢 他想要把人帶上去 可是呢 我又不希望你太生氣 如果可以的話 你可不可以 大家 叫聘叫聘 你退步 我退一步 好不好 太難了 跳Tango 對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我就把時間劃出來 5月19號 如果你不要太刁囊我 5月19號之前 不傳我的話 那我5月20 我就去參加你的就職典禮 這代表意思就是說 可以溝通 可以協調的 你們不要這麼狠 所以他今天在監察院前面 那個樣子 站在一起 我就覺得看不出一點火藥味 對 看不出一點 決定要往前衝刺的感覺 對 照一下你這個時刻是要拚了 對 照一下我都感覺上 你應該綁頭巾了 沒錯 其實今天那一場 他才應該是 義無反顧拚一次 因為政治的東西 是需要能量的累積的 你今天至少要說出一些 大家比較可以振奮的人心 對啊 我今天要被你這個阿伯 帶上街頭 不管真的假的 你給我一點方向嘛 給我一點目標嘛 你在那邊說 政黨和諧 你在說什麼 聽成這樣 你到底想不想把人帶上街頭 只有一個說法 他也不是想帶上街頭 如果你可以的話 給點面子 5月19號之前 不要傳 給點面子 5月20號 我一樣去參加你的Party 以後的事情 以後再說 適緩折緣 因為他應該知道 北檢很想在5月20之前 把他給傳過來 真的假的 一定要這樣子 5月20 賴賞要上任的 你有機會 所以現在剛剛講的 北檢跟廉政署的動作 都是在5月20號之前 對 要辦他 現在已經在加速 已經在加速了 然後呢 柯文哲他今天想的一件事情 是說 我今天5月19號 我就是要上街頭了 你會不會因為 怕被人家說 你這個政治 你跟這個司法 兩個漢格在一起 但是我覺得他搞錯了 北檢沒有在信道 北檢從來不怕這個 我們在議會 聽你柯文哲胡說八道 我們都相信你的 所以柯文現在被質疑 這一些東西啊 反過頭來問議員說 那你們當時在哪裡 這種感覺像什麼 你知道嗎 像小偷啊 偷了東西之後 然後沒被抓 過了兩天之後被抓 然後還通罵警察說 我抓 我在偷東西的時候 你人在哪裡 你為什麼當下沒有抓我 你兩天後才抓我 你警察真的是黃八蛋 是可以這樣嗎 當然不行啊 為什麼黃珊珊 在今天的這個會議裡面 今天的這個出草 519的這個會議裡面 居然沒有看到他 黃珊珊沒看到 是啊 我覺得這件事情 太匪夷所思了 你民眾黨也才八席的立委 黃珊珊是你重中之重的人吧 為什麼他沒有在裡面 是不是代表你們自己 內部已經出現了矛盾 還是說黃珊珊是個律師 然後呢 對於這個三大人 人家對他質疑的時候 他會針對細節去做回答 可是現在回答細節 對柯文哲不利嘛 都出問題了 是嘛 所以你看 而且你特別前天講過 元大就是被黃珊珊逼出來的 是 如果元大那一件事情 黃珊珊不要講得那麼細 說我跟你約了時間地點 都依照都有資料的 然後元大就說 沒有啊 你看他今天 把Email拿出來了 說我在第一時間 就已經拒絕你 不願意去參加這個會議了 所以元大已經把Email拿出來了 是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黃珊珊講了太多細節 但問題是柯文哲 現在針對這三大案的細節 是經不起討論的嘛 以金華誠來講 金華誠之前黃珊珊是不是一直講說 沒有問題 這全部都是這個 吳委會 做了決定 結果我一把資料拿出來說 你金華誠就是跟柯文哲陳情 柯文哲指示都發局去辦 而且違規違法使用比照 租根條例的 就是你柯文哲的概章 你有發現嗎 黃珊珊到現在都沒有出來 回答過這件事情 就沒了 沒有 現在出來回答的都是誰 戰狼小姐姐啊 戰狼小姐姐都出來罵人啊 罵人家說什麼腦袋很好用啊 柯文哲蓋了張 柯文哲就要負責 沒錯 柯文哲就要負責 所以柯文哲在520之前 等著北檢去調他了 所以真的北檢可能在520前的喔 當然啊 我現在有一個這個內部消息 柯文哲最近啊 一直在積極的拜會 過去曾經擔任過檢察官的一些友人 來了解接下來 他可能會面對到的一些程序 這麼嚴重 是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有怕嗎 當然也有怕 要不然依照柯文哲 哪有都在罵人的啊 你罵人家是XX你自己呢 你是小偷偷了東西之後 然後你來罵警察 為什麼當下沒有說 我覺得這些事情 對小草來講都聽不過去 而柯文哲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他現在沒有辦法講細節了 沒有辦法用細節去說服人了 所以他只好亂講 柯文哲到底玩真的玩假的 我直接跟各位講啦 柯文哲他現在喔 就一個成語 他叫手屬兩端 手屬兩端 方寸大亂 他在亂七八八八 這也幹嘛 為什麼 來我先問各位一件事情 請問你知道柯文哲他們 遊行的主軸到底是什麼嗎 他遊行做什麼 民眾做主啊 民眾做主是口號 哪有人當民眾做主 台灣本來就民眾做主了 不然我們總統鬼選出來了 人民選出來了啊 所以以前不管說你是洪仲秋 揭開國保護的這個所謂的面商 或是反黑箱啦 或是當成你反紅媒 你要有個非常清楚的訴求 搞了半天 民眾黨五一九上街頭沒有訴求 對嘛 那你既然舉辦在民進黨中央 所以你一定是要跟我講一件事情嘛 民進黨做不好嘛 那做不好有兩種 一個叫做蔡英文做不好 一個叫做賴清德 你覺得他的人事布局不好 結果我們今天聽到柯文哲講說什麼 笑死人 他支持第一段 我跟人對這個賴總統 等一下 抱歉哥 他叫他賴總統 賴總統 他不是叫賴清德 也不是叫准總統 也不是副總統 你不是去踢館嗎 對 然後不是 他第一句話你猜猜看 他跟賴清德講說什麼 他對他第一個評論是 祝福你 祝福賴總統 你開什麼玩笑 等於說今天 人家隔天要辦喜事 然後你前一天跑到人家家門口 把人家大門踹開 走進去的時候 找到主人說 祝你生日快樂 大概就是這個深度 所以柯文在幹嘛 然後好 他有有有 他有指標題 指標題講說 我要憲政改革 我要這個司法改革 我要什麼改革 他有四大改革 那寶傑哥請問一下 四大改革的主體性在哪裡 在哪裡 那是立法院啊 那不是立法文現在正在做嗎 對 所以關你到底柯文哲 你去跑去民眾 民進黨中央 去踢館的目的是什麼 而且現場 你知道發生的更好笑是什麼嗎 什麼更好笑的事情 他叫民眾做主對不對 結果柯文哲還講 我跟妳講 歡迎國民黨民進黨朋友 大通通一起上街頭 很好啊 你歡迎藍綠啊 就現場就做著一個民進黨的 這種知識台獨的人士 他背面你知道寫什麼嗎 台灣Republic 就你知道柯文哲做什麼嗎 以民優先 然後做什麼 脫去旁邊 脫去旁邊 直接把人脫走了 為什麼不是啊 柯文哲你不是說 要大家共襄勝取嗎 人家民進黨來 你為什麼要把他脫走 很顯然他整個方寸大亂嘛 而且保理哥 民眾黨有沒有人 上下一心其心 要做這件事情 不是 定格選手照這樣 大家是重大集會 對 所有人都要到場嘛 結果 你知道誰沒來嗎 誰沒來 黃珊珊沒來 黃珊珊又沒來 就黃珊珊一個人沒來 而且陳昭之也沒來 陳昭之也沒來 所以很顯而易見的 既然你講說 大家如果有心要改革 大家要其心上街頭 但你連黨內內部都不其心嘛 所以難怪口號喊到李莉拉瓦 而且講白了 今天他要去罵蔡英文罵賴清德 對不對 請問保理哥 理論上來講 我到你家門口踢館 我是不是就是對著主人 對著事主 對你叫罵 當然 遊行是何等的強度 我要找這麼多人上街頭 你要給人家能量 你要給人家目標 你要給人家 為什麼我要來這個地方 救人生日快樂 對 結果保理哥 我跟你講 柯文哲更了不起 他在整個致詞介紹活動過程當中 因為在他今天記者會之前 根本沒有人知道他們要幹嘛 他有講 他有講到賴清德 蔡總統 然後還民進黨 你知道他怎麼講的嗎 他說賴總統 我跟你講 他曾經講過說什麼 蔡英文總統 曾經講過說什麼 結果都在引述 完全不敢罵他們 所以你說他今天 以民命要去替拐 嚴必稱蔡總統 嚴必稱賴總統 對 比如說他就會這樣子 我跟你講賴總統 曾經講過說 這個希望操野和諧怎麼樣 然後下一句話 你知道他會接什麼 他說 但我跟你講民進黨 八年來不斷的跳票 他只要罵人的時候 他就切換到民進黨 然後稱讚的時候 引述的時候 嚴必賴總統 蔡總統 換言之這八年到底是誰執政的 蔡總統 但能不能提 他還不敢罵 只能罵民進黨 不能罵蔡總統 他說人事布局怎麼樣 能不能罵 不能 他就會講民進黨 人事布局 所以他被逼上街頭 被人家觸泳上去 可是他自己嚇壞了 對 所以我幫他想了一句口號 叫做什麼 罵日但尊賴 然後不談音 就是只罵民進黨 然後尊重賴金德 但是絕對不碰蔡英文 所以你就講說 這整個遊行的焦點 他都思出無名 而且柯文哲 就連今天 除了談這個遊行之外 大家就問你一件事情 你柯文哲是不是想要 轉移五大案 是不是想要轉移焦點 結果寶貝克 柯文哲你知道他怎麼回答嗎 怎麼回答 他全部通通都一推三不管 打太極 比如說你問他說 沈青青為什麼跑去你辦公室 柯文哲直接叫萬用姐 他直接講 我跟你講當市長 不知道多少人 每天來我辦公室 我跟你講很多 我哪會記得 又閃 然後你跟他講說 你遊行的 是不是想要轉移焦點 然後你跟他講說 現在藍綠議員 都在監督你 結果他講說 我跟你講我每一個案子 這個藍綠議員 都審過 怎麼可能 反正就是 全部都怪別人 所以我就搞不懂 今天柯文哲在監察院 這邊做了一場大戲 然後呢到底要罵誰 也不知道 問他問題也不回答 結果寶貝克 但是他確實 他根本就是設立內任 沒有錯 但是首屬兩端 因為今天請問一下 出這個主意的是誰 據說是陳志涵 陳志涵叫他上街頭 就上街頭你得要面對幾個問題 第一個你要打什麼效果 第二個你真的能夠叫中人嗎 如果到時候場面很難看怎麼辦 第三個就是柯文哲現在根本 心桃亂吾吾 他心哭中會了嘛 心哭中會了嘛 所以他等於說 我是頭洗到一半才想 我不想洗行嗎 好像也不行 所以只能用這種 狂吞狂吞的方式 但有喔 柯文哲今天有罵一個人 寶貴哥唯一被他罵的 罵誰 他罵陳菊 陳菊 反正就是找不到 找不到組子 找那種陳菊算帳 他從頭到尾都在罵陳菊 不講我還以為 現在五二里是陳菊 要就任我們的中華民國總統 所以說欸 他今天的表現真的太微妙了 他根本一場鬧劇 而且我覺得更妙的是 他說我會參加 如果你真的覺得人家 過去八年做得很爛 你覺得有什麼憲政改革 司法改革 什麼改革都沒做好 他說沒有 我現在五二里我還是會參加 不但我會參加 還說我要主張政黨和解 你要主張政黨和解 你前幾天就要跟人家踢罐 對 他先分裂再和解 他是157嗎 你衝突妥協進步喔 你陳水扁喔 不是這樣玩的嘛對不對 因為今天柯文哲講到這個邊 各位我講有一點美感 第一他去踢管的時候 他說他要罵民進黨 說民進黨做不好 但是呢他對於賴清德跟蔡英文 是十分的忌憚 各位你有興趣可以重聽 他是忌憚到不行 那第二他又回答說 啊到520之後 理論上講 你去人家家裡砸場子砸完之後 然後你隔天還說他喜宴 我也要參加有這種道理嗎 當然沒有啊 那柯文哲做得到 因為他智商157 他什麼都做得到 他子彈打不穿 他可以說是 財團是刀叉吃人肉 另外一邊 晚上就這樣 就跟財團麻吉麻吉 柯文哲講話都有下文了吧 上連財團刀叉吃人肉 下連我柯文哲幫你端盤子 對不對 你總要有人端盤子吧 他就專幹這種事情 所以很顯而易見 為什麼說柯文哲過去做每一件事情 都有他的髒髮 都有他的陰謀 都有他的目的 但很顯然這一次 在這個519遊行上 他是完全亂了套 手術兩端 不知道自己該往何數去 董事長我最好奇是 你說你說沒有什麼意外 他媽媽講話都非常的精準 他媽媽居然講 2028能不能選不上 也沒有辦法了 現在柯文哲最嚴重的問題 他的政治聲明已經結束了 這句話我今天講出來 全台灣可能大部分人都不同意 但是我敢做這個大膽的這個 這個推估 政治聲明沒有了 因為很簡單一個事情 他會爆那麼多事情出來 並不是他講的那麼一句話 媒體很壞 不是媒體吧 這個人又貪財 人手又不乾淨 你知道什麼問題嗎 什麼問題 他去年在選舉當中 跟國民黨簽了六點協議 這些六點協議簽完之後 借了藍白盒 騙了台灣一堆人的錢 最後又騙了一堆票 然後最後全世界 都關心台灣選舉的人 都知道柯文哲是什麼 是騙子 你要知道嗎 他是前面有騙子 後面有弊案 才輪到今天這個鬼行孤傳會 不是大家在害他 因為如果他今天的信用 小弟在台灣很簡單 勇敢的媒體人 從來不說謊很簡單 來正面對決 他有這種信用嗎 他是騙子 才是真正的核心問題 那你說他就正式生命沒了 結束了 開庭他就會崩潰 他就會跟上一次一樣 哭得像個小孩一樣 整個民眾黨就崩盤了 沒有這個問題 沒有那麼多 沒什麼就貪污犯就貪污犯 還救個鬼頭 就準備去土城進 土城報道 知道未來的命運 未來好一點的話 十年內在官司禪生 以後再過半年 你連柯文哲談都不想談了 因為每天跑法院 要跑十年 因為貪污這個東西 要打三審定業 所以難怪今天 他在跟這個傅昆琦握手的時候說 不要再幫我加油了 他不知道他未來多慘 因為我看過很多 像他那麼悲慘的人物 黃國昌跟徐曉星一樣都最紅啊 然後你半年後在哪裡 不一定嘛 對不對 這個賴清德 百分之四十得票率而已 明年是四十嗎 可能不到七十到六十不一定 但是我註定柯文哲 明年不會存在台灣政壇上 你說政治起起落落 但他確定了 他已經確定只有向下滑落 他就是一個向下 極速墜落的一個政治的流星 他已經結束了 他沒有任何將來 我覺得這裡面不合理啦 第一個我是包商 我也不敢來標這種案子 因為你公務員承諾有什麼用 柯文哲就走了啊 公務區狀也走了啊 你承諾我四十幾億 我頭頭派去聽你這裡講不完 柯文哲 我們當包商的人 不會相信公務員給我們的私下承諾 你合約給我簽好 我都怕 我都擔心你合約給我出問題 對 所以沒有這個事情 不會是包商相信承諾 這個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 不然喔 所以我說這個很奇怪 就一個 另外一個情況就是說 就要去查對原始的開標原圖嘛 對 如果原始的開標原圖裡面應該是到八樓 到現在追加一百九十幾億以後的完整設計圖嘛 他什麼叫減項招標 因為我們一般來講的話 所謂的項目 譬如說我們有分成十大項 然後變成一百個中項 然後一萬個小項 這叫做項目 他把其中一些有工人一些的項目就拿掉 就直接把那個標單裡面的幾張圖撕掉 在開標 有這樣子標的嗎 第一個我是去投標的 我就想到一個什麼問題你知道嗎 因為我現在蓋出來是個半成品 或是一個爛尾樓 我怎麼驗收啊 因為你最後公務員要驗收的時候 對 不是你公務員 不是你工程 不是你公務局來驗收耶 拜誰驗收 市場處使用單位要來啊 不能使用怎麼驗收 對 要怎麼驗收呢 因為有功能性缺失怎麼驗收 對 所以這個標怎麼標呢 所以這裡面太怪了 然後他居然膽子大到 最後讓他開標 我是想說 可以再追加四十幾億 超過百分之三十以上的金額嗎 對 因為這個應該要另外再開標了吧 對 因為這個跟主體工程的一百二十幾億的差距 張三成多四成的錢耶 這很不合理嗎 這個在審計法裡面 可以通嗎 審計法可能都不通嘛 因為當時這個東西在審計部在報的時候 對 他本身就有財塊啊 他主計書會讓他合這個標嗎 因為這個標不是你柯文哲批的就可以 他還有主計單位耶 主計單位是聽中央的審計單位直接管的 所以這個是整個有好幾個單位介入 還有 所以這個怎麼搞 因為這個東西是不合理的事情 不合法嘛 對 因為你就是說講簡單又是不合法 就是你開了一個標 然後蓋了一個建築物出來 不能用 很簡單 就是這個東西 要用可以 所以你現在我柯文哲現在人走了 現在誰 那股主是誰啊 賈萬安 賈萬安買單 賈萬安買單 錢來繼續幹 不拿錢 我這個丟給你 我走人了 就是這麼回事 對 你剛剛講的爛攤子 他就是標一個爛攤子出來 讓賈萬安收拾 有這種事嗎 他當然八年市長耶 對 IQ157耶 他旁邊的副市長 市長處是誰監督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誰監督啊 不知道 黃珊珊監督的 黃珊珊監督市場處 然後彭振生監督公務局 這兩個都要負責任的 怎麼會同意 這個張怎麼蓋下去的 怎麼這種事情發生 我覺得不可思議嘛 柯文哲現在的問題是這樣子 吃多人不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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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怕了 反正他全身污船會嘛 反正他燒了 也是這麼一個人 最後還是燒錯股揚晦 他多實踐多二實踐的一樣 要談施法 第二個問題要談施法 現在我們要講一個問題 柯文哲現在到底收到傳票沒有 你不是想他收到了 我認為第一個 收到比較正常 不收到 這個事情打掉 因為你現在十九號要去包圍 民進黨中央 對 那我是北檢 陸權都拿到了 對 那我北檢怎麼處理這個問題 我跟你講 應該這個案子已經到了 全是國人皆知 各台都在講的時候 一般來講的話 我認為他的發動啟動偵查時間很早 大概在二月份 過完就例過完年開始 就開始啟動 其實在就例過年前 我已經在開始查這個案子了 我也在找透過管道跟市府的朋友 在收集資料 沒有透過議員 我也在私下在想 我知道他哪些問題 因為我一直想告他 你知道嗎 我對他 反正 你還不放過他 他已經夠慘了 你還不放過他 他告我 他先告我 你聽我講 那我這個人就是以爆料為樂的人 你也知道 因為我本來 我現在講說 我把故事 倒回到二月份 講給你聽 我認為二月份 結果拿不到資料 我就覺得有問題了 結果我認為 那個時候的北檢 相關的偵查作為已經開始了 所謂的監聽掛線 還有扣 所謂的扣這些相關的公文書的資料 已經開始行動 所以相關人的不敢講話了 對 我講一件事情給你聽 有一個退休的前檢察官 告訴我 他們的處理方式 會在早期開始 一次跟市政府調50個案子 那你不知道要查什麼 就在這方式幫我查 我只有案名給你 通通來來來來 50個 其實我裡面有一兩個 我真正要查的東西 所以你 你講案卡都沒辦法 結果這個案子已經曝光了 所以怎麼辦呢 所以應該照理論上講的話 他不太有必要 要去做搜索的動作 搜索柯文哲 因為柯文哲 東西 現在有兩個東西 一個公文嘛 一個是錢嘛 柯文哲有沒有把錢藏在家裡嘛 因為錢最重要 追金流最有意義 對 他不會再賬號 柯文哲這個人他很小心 他不相信任何人 那他一查的話 他的錢被查出來 就是起碼 不明財產就是確定 對 所以現在搜索沒有意義了 但是奇怪啊 那時候沒有意義 他搞到19號 他怎麼敢去包圍呢 後來我想通了 他就表示他可能沒有收到傳票 他要跟你用威嚇的方式 賭一把 就跟你恐嚇 恐嚇北檢嘛 關鍵是北檢嘛 那北檢檢查官會怎麼辦呢 不需要搜索的情況之下 再搜索 要跟你 要跟你跟高華公安一樣嘛 畫面拍出來嘛 十五路二十路三十路 全面搜索 硬幹了 因為跟你硬幹嘛 現在沒有沒有 北檢查官沒有路走啊 檢查官也沒路走 因為案子一直發出來啊 對不對 然後要不要壓人 一定會壓人嘛 因為相關資料早就在手上嘛 因為誰負責搞錢 誰負責簽章 這個案子承辦人不要收押 負責一定會被收押嘛 有承辦人收押 柯文哲就跑不掉了 對 接下來我們跟安長 我們都是新聞區 用紅牌去看了現在的果菜 第一果菜市場 不看不生氣 看了火大了 欸 原來他的整個設計 就是一個半成品 我花了一百多億 搞了一個半成品 如果今天台北市議會 不願意追加的話 我花了一百多億 居然是拿了一個 不能用的建築物 好 那這個中工 照理講的不好意思 還沒有喔 你現在揭發了這件事情之後 中工說他要告你 我也覺得非常錯愕 事實上大家都知道說 我追這個案子 已經追很多年了 從當年預算的編列 到這個違法檢象 招標這件事情 我已經質疑柯市府非常多年 那我也不知道 中工今天是哪一條 腦筋不對 哪一條生鏡 我覺得最妙的是 今天去質疑第一果菜市場的 不是只有你 現在還有國民黨的 那個市議員也去告發 結果他只對你 就代表你講中了 你講到痛腳了 對 但是我質疑的是 柯市府當年違法檢象招標 我沒有質疑中工違法得標 所以我不知道中工為什麼 連這件事都要幫柯文哲代位跳腳 所以我今天才覺得很奇怪 到底柯主席跟沈慶金沈主席 是不是已經分不清楚了 因為前一陣子我們質疑說 台北市政府違法給 精華廣場容積獎勵 結果也不是柯文哲出來說明 也是精華城大動作 在五大報刊登全版廣告 然後開記者會說明 所以我們全部都傻眼了 今天柯文哲對於這些爭議的事 他都不說明 然後放任財團出來喊打喊殺 我們不能夠對市政的問題 提出質詢跟質疑嗎 那這些財團他靠著他有錢有事 然後來說要對民意代表 說要提告 我想請問一下 今天第一果菜市場 你花費公帑將近兩百億耶 結果今天工程進度到這裡 我們不能夠質疑嗎 不是 除非你講這個案子 講了很久 我當時也沒有感覺 你沒有親身看到 可是你看了以後 真的火大是說 今天我們的第一次的標 真的是這樣的一個半成品 而且那個鋼架還直接 弄到的這個所謂的六樓 如果我今天沒有再給他 將近五十億的話 我花了一百多億 蓋的這個第一果菜市場 我沒有辦法使用嗎 這就是我今年年初說 我要把這個案子送到監察院 最重要的理由就是 原來我花了一百五十億 我只拿到半成品 我非得要花到一百八十九億 我才可能拿到一個可以用的 果菜市場跟魚類批發市場 這就好比柯文哲 已經跟我騙了一百萬 說要去買一台車 結果最後跟我講說 你要再給我五十萬 否則改一台車沒有輪胎 那這不是很荒謬的事情嗎 這不是形同騙台北市議會嗎 我先跟你拐到錢再說 然後我先去跟業者說 反正你就先把我開 開一半不行 後面後款會再給你 如果不給你的話 你就給我們一半就好了沒關係 可是一半不能用啊 居然講這車子沒有輪胎怎麼開 所以這不是就是一種綁架嗎 而且我聽你講更火大的是 他們還是六樓 他不是蓋到五樓嗎 蓋到五樓裡面 最關鍵的剛剛講的 整個中控中心 整個的所謂的消防安全 最關鍵的器材都放在六樓 所以當時我就問了新公處 今年在追加預算的時候 我問新公處說 我們不能夠就蓋到五樓就收工嗎 這樣子追加追加少一點嘛 就追加通膨的這個部分 一二十億就好了 他說不行 整棟大樓都會有公安的危險 包括載重的問題 包括消防的問題 機電的問題 通通會出問題 所以難道原來最重要的是 在後面五十億嗎 消防機電居然放在六樓 整棟的載重都會出問題 所以我就說 那前面的一百多億是在幹嘛呢 前面的可以告訴我 前面的一百多億到底在蓋什麼嗎 如果沒有追加這四十幾億 可以告訴我 柯文哲你前面的一百多億在幹什麼 最近柯文哲一直說 公開公文紀錄啊 公開公佈公文紀錄啊 我要告訴大家 有什麼東西都是公文紀錄裡面沒有公佈的 之前我說我們在調閱金華城的時候 有很多會議上面都寫個略誌 有哪一些是略呢 我今天就念幾段紀錄給大家聽 當時我們都委會有一個委員叫曾光中委員 他就提出一個質疑 他說好奇怪喔 所謂的任性城市 移居城市 智慧城市聽起來很高大上 但是你把它翻譯成白話叫做什麼呢 綠建築 防震跟節能 這個不就是 現在正在做的嗎 你建築物不是本身就自己該做嗎 你建築物本身不就是自己要該做防震嗎 該做綠建築跟節能嗎 為什麼你自己該做的事情要拿來跟我們換獎勵呢 這就是赤裸裸的質疑啊 你自己該做的事情 好意思來換獎勵 然後柯文哲好意思送獎勵 我告訴大家 這樣的質疑 在這幾次的都委會的還有專家學者的這個紀錄裡面 都有 通通沒有出現 都是略 對 都是略 都要我們後面去把錄音帶找出來以後 然後去翻譯成譯文之後 才會才發現說原來不是都是略 原來不是沒有專家學者質疑 都有 可是原來在聽在彭正森跟柯文哲的耳裡 都是略 左耳進右耳出 當作沒這件事 然後在會議紀錄上面就一個字略 然後最後就通過了 所以柯文哲你要我們公佈了就是這種紀錄嗎 對 就是沒紀錄啊 你說柯文哲現在已經焦慮到爆了 為什麼焦慮到爆 這兩天明明奧賭都會說 記者給我趕走 根本不可以 他不同意記者在現場 第二個就是 今天跟傅崑奇見面說兩個握手 握手正常嘛 握手寒暈和鼻子喊加油 他說你不要再跟我加油了 我已經全身著火了 因為柯文哲現在的唯一狀況就是 我問一下 因為柯文哲今天還跟大家講說 那麼多地案啊 這個被告很正常 各位一點都不正常 你知道為什麼嗎 第一 柯文哲講說 被被告我告你你也被告啊 對 但是請問一下是誰要告你 是誰發動調查 黑金專主耶 今天可不是每一個人被告都會被黑金專主 享受這種五花大 台大這種禮遇嘛 而且是貪污治罪條例 對 而且貪污治罪條例 而且很清楚有標的就是北市哥跟金王 所以柯文哲這段話我們可以略過 但為什麼他現在這麼焦慮感 因為今天他開玩笑 你要講幽默也可以 他說 我全身上來都招呼你 拜託你給我加什麼油 各位啊 這句話一半是開玩笑 但一半是什麼 是真的 這是柯文哲的內心心境 我們一直叫他會休閨了 會休閨了 我跟各位講為什麼他真的會休閨了 請問一下柯文哲要現在怎麼解決這個五大必案 他要嘛政治解決嘛 兩種嘛 一個我顏色往民進黨去靠攏 那請問民進黨會不會勞過他 不會嗎 當然不會勞過他嘛 因為你是政敵 黃國昌講了 你2028還要拚到底 所以不管怎麼樣 你手上有小草的時候 民進黨不可能放過你 可是你今天講的一個關鍵點 你說他媽媽出來了 他媽媽居然講說 欸 2028會不會選出這個問題啊 你示弱了嗎 對沒有錯 因為柯文哲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真摸摸提摸摸 我往民進黨那邊去也不思路 我往國民黨那邊去也不思路 那保健跟換言之 他沒有任何方法 而他現在唯一的一個方法 唯一的一個訴求跟一個口號是什麼 我2028不拚一次了 對不對 這只有這樣子啊 不是2028拚一次嗎 那我問你好了 柯文哲多久沒有談2028的問題了 他說我的身體要看看我當時身體的狀況 對嘛 就Q了嘛 柯文哲知道這個已經Q了嘛 那即便Q了也沒有用 所以才突顯出來的焦慮感 但各位 重點不在於說柯媽媽出來 重點在於說柯媽媽也好 柯太太也好 沉寂了這麼久 突然在這個時間點突然蹦出來 而且柯媽媽是對著小草說 他不是對一般人說 因為那個見面會很特別 他是一個網路直播的見面會 那本來大家也沒有預期到說 柯媽媽竟然會突然跑出來 想說只有柯文哲啊 徐謙情當主持人啊 很好看啊 然後看到一半突然 柯媽媽補出來 他說啊 小草啊 這很久沒看的喔 這母親節 因為母親節特別活動 所以他找了出來 但柯媽媽忍不妨講出一句說什麼 說我女兒啊 如果是這個日空日白喔 還要選一件 如果真的沒有選到 選不住 那就是提供杯的意思 提供杯 沒有要讓她做 他竟然接受了 自己的兒子不是天之嬌子這件事情 那我請問各位 陳吉這麼久 柯媽媽難道不知道講這句話代表有意義嗎 柯媽媽跟柯文哲兩個是連動的好不好 母子母子港星 所以代表說 柯文哲現在對於2028 他也知道要退縮 但現在對他而言 他根本沒有辦法 因為不管是網籃 不管是網綠 不管是沖聲量 很顯然都沒有辦法阻卻 黑金專組的步步進逼 所以對他而言 現在唯一能夠信任的人只有誰 只有家人 絕對不是黃國倉庫 好 雖然我跑了30年的政治 我現在越來越看不懂現在的政治就是 柯文哲居然選擇5月19號 還要真的申請到了北平 東陸民進黨 中央黨目前 他到底要幹什麼 你這個時候去拚 不是飛蛾撲火嗎 我覺得說 他得入選 我覺得更妙的是 那新黨馬上要去說 我要去插花 他難道不知道這件事情 真的是會笑過了嗎 其實因為三大案目前纏身 確實也很麻煩 那講了半天 大家檢調也還在動 不確定以後怎麼樣 所以柯文哲現在目前 還是得凝聚他的政治能量 可是問題是 519會有一點點一番兩瞪眼 對啊 519如果像那個選前職業一樣 在凱道有沒有 號稱10萬20萬30萬 然後網路還有一個網路 因為網路的直播 柯文哲我記得很清楚 他在選前職業的時候 他的那個上限人數同上31萬 30萬 到台灣政治應該沒有那麼高過 可是在選舉過後以後 他現在直播的人數 或是民眾資深 或是柯文哲有時候開直播 當然他沒有像黃國昌 讓自己開直播 他已經輸給黃國昌了 但如果說現在目前小草 對他的那個 向心力 凝聚力 網路上的觀看數 跟現場到人數都不足的話 他也要估量一下 接下來怎麼做 對不對 所以2026 黃國昌最近有講一句話 我聽以後 我覺得我就把他留下來 就把他記下來 他說我2026一定會參選 可是選哪裡 就柯文哲主席決定 他沒有時候一定選新北市 那黃國昌 柯文哲也有一次 在這個南天部講說 262如果選不好 28就算了 28就算了 你是什麼意思說 你就不要選總統 要當家副總統嗎 如果你26 再跟國民黨 競爭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舉個例子好了 寶貝哥 新北市國黃國昌選 選下去 黃國昌現在確實人氣很旺 兩年後我不知道 那如果他複製2024呢 就李四川選得不錯 比黃國昌票多 跟黃國昌也拿很多 然後蘇喬會當選 那國民黨支持者 會跟你2028還合作嗎 不會了 對啊 就不會了 就恨到谷裡面去了 所以現在就變成說 那怎麼辦呢 這有時候 可是也沒辦法 只能夠出來辦活動 這三大案 柯真的脫不了身嗎 好 現在目前 柯文哲認為這三大案 糾纏我幹嘛呢 台治光你去查 那是唯唯救招 另外兩個案子都假的 台治光有被收押 那是真的 誰被收押 國民黨議員嘛 所以他要凝聚他的這個 支持者的這個 向心力 可是問題是 寶貝哥離2026還合兩年多 離2028 賴慶者都還沒上任耶 所以他要一路走到一條 他可以走的路 那三大案我不知道 會糾纏多久 說不定全部都簽結 沒事不起訴 但一旦起訴就麻煩了 起訴之後就要一審 然後有罪無罪二審 就會糾纏很長的時間 所以簡單講 他現在 我不知道那是他個人的意見 還是說團隊的意見 甚至是黃國昌的意見 519要去辦活動 就是凝聚公事 這我了解 可是519他去選一個 開票直接沒選到的那個點 北平東路 就民進黨 那你這樣子的話 就會企劃跟民進黨之間的 對呀 之間的仇恨值 那到時候 你一旦被起訴 或一旦倒掉的話 那是直接崩掉 就不會有馬英雄那種說 我是被破壞的 然後我要選總統 後來還選贏 馬英九 2007年被起訴以後 2008年是選贏的 所以他是花一年 的時間去long stay 那柯文哲 這個519 其實我說實在來 我覺得他可能也沒有 其他的辦法 他只能夠 對啊 他現在也不是立法委員 然後立法院裡面 現在也是黃國昌 一枝獨秀 黃國昌的聲量 一開始還講雙黃對不對 現在黃國昌的聲量 遠遠超過黃珊珊 所以變成黃國昌 一個人獨大的時候 還會被人家討論說 所謂的柯黃中序一戰 那怎麼辦 那就只能夠辦這個活動以後 去讓這個 黃國昌在那個活動當中 以柯文哲為尊 他會在活動當中 再次宣誓 我黃國昌 現在目前的目標 就是2028的時候 柯文哲選上總統 所以說柯文哲 現在最大的問題 是黃國昌 黃國昌跟柯文哲 現在目前基本上是 劉備跟趙子龍的關係 因為他們是共存共榮 但問題是 他如果被起訴 他的政治人家 往下掉的時候 那民眾黨的支持者 他們的期待的對象 可能就會從柯文哲 轉到黃國昌身上 到時候那個 所謂黨主席 或者是所謂的精神領袖 就不得不是黃國昌 自己想要不想要 就會轉移到黃國昌身上 這位柯文哲又在 在這個監察院前面 辦一個事事 事事說我519 要當民進黨 中央黨部前的北平登陸 我要開始進行遊行 遊行跟他講 表示民眾做主 提出了四大改革 照樣講 這麼大的動作 你巴西立委是應該都到 你幫忙要的是 陳昭芝沒有到 還有黃三昇沒有到 那你說黃三昇沒有到 很奇怪嗎 奇怪的是說 黃三昇不見了 現在在柯文哲旁邊的 都是黃國昌 對 保倫哥 原本來講民眾黨 作為一個主體性 他真正應該做主的人 是柯文哲 但現在很顯而易見的 不管你從流量 不管你從聲量 現在民眾黨最高的人是誰 黃國昌啊 柯文哲直播兩千 黃國昌兩萬六 線上兩萬六 差十倍 對嘛 那民眾黨的邏輯是什麼 柯文哲跟黃國昌現在差十倍 對嘛 民眾黨的邏輯是什麼 得流量者得天下嘛 柯文哲是流量天王 有沒有 介紹單寫的 請問一下 民眾黨現在流量天王是誰 黃國昌 黃國昌嘛 那我問一下 黃國昌在整個民眾黨裡面 他唯一的一個立場 跟他最顯而易見鮮明的色彩是什麼 就是反律啊 他就是反律大將啊 每天在立法院跟柯建民匹配狗 每天跟民進黨作對 每天跟傅崑奇合作 那請問一下 這不符合現在柯文哲的利益 不符合嗎 柯文哲最近 我講幾句話大家參考 第一 立法院議員不一定要團進團出 可以開放投票 那這句話是在跟誰講話 對黃國昌 對其黃國昌以外的立法委員講的 跟民進黨在溫情訴求嘛 我這些票不一定會支持國民黨啊 我也可以跟你合作啊 對不對 柯文哲最近見了一個民進黨 最重要的人物叫誰 蔡英文嘛 他還講說什麼話 他跟你講 誰說我 誰說我罵蔡英文總統的 我從來沒有 這種話都講出來 所以 你做話都講得出來 當然他現在很想要往律轉嘛 那理由很簡單 現在司法檢調 不管鄭明謙 不管這些 一步步的 步步進逼 從新潮流在對著他開刀 所以很想柯文哲在幹嘛 在求饒耶 那黃國昌為什麼還壓那麼緊 對嘛 所以黃國昌是壓著柯文哲上戰場 這才是真相嘛 因為第一啦 今天這個主義 這個收主義 要去踹民進黨中央誰出的 誰 陳志涵出的嘛 所以陳志涵他的東西 我們不涉及到政治邏輯上的判斷 因為他就是大外行 小可愛 對不對 我不會去評論他的政治分析的 但黃國昌值得評論啊 黃國昌可以不出來啊 黃國昌平常沒有跟柯文哲到座會 奇怪了 這場活動他自己跑來這邊信誓旦旦的 而且黃國昌還先講話耶 喔 他有講話他有致詞耶 他不是沒有聲音的啊 他講說哇民進黨怎麼樣 民進黨怎樣 哇的嘛 所以是他Push柯文哲往一個 他不想要前往的戰場去嘛 柯文哲現在不想要跟民進黨說對嘛 可是柯文哲怎麼可能受制於人咧 不是啊 那這個叫形勢比人強 我問問各位一件事情喔 為什麼柯文哲會被司法警告追殺 很多人都講很多理由說 因為他2028再拼一次 所以他身體突然說 看狀況好不好 講很多理由其實都不是 我跟各位講啦 法律國訪問你一個問題 如果柯文哲現在線上流量五萬 每個點擊率影片都五六十萬 然後臉書五六萬 然後隨便一號召一呼百應 小吵三四萬人上街頭 敢不敢現在動他 當然不敢嘛 就沒人敢動他 趁你病要你命 因為柯文哲是最最後的時候嘛 從賣療之後 他的流量一絕不正 他的聲量一絕不正 唯一可以沾得上新聞的編的 就是必案 必案 還是必案 但現在有一個人不一樣啊 黃國昌不一樣啊 所以他當然對於黃國昌幹嘛 他要緊緊抱著這個 因為他是唯一的流量 對嘛 所以柯文哲那時候講什麼 很難看耶 那時候民進黨大佬說 傳訊息給他說 你要小心黃國昌 黃國昌會在背後通面 就柯文哲做什麼事情 趕快給黃國昌看 Good job Good job 他邊講我的聲音在笑 淚在飆 他怎麼可能覺得Good job 他當然知道這真的啊 他知道是真的 他知道嘛 他還是要去跟黃國昌表態 因為他不得不 我把我褲子 只有掀開了給你看了 他本來就沒穿褲子了 所以他當然要把黃國昌抱住嘛 即便知道這個人心懷不給 這個人對他來講是極大的威脅 前一日子聯合報也發一篇報導說 柯文哲對黃國昌已經忍到幾點了 結果還是給他報下去 黃國昌Good job 對不對 柯文哲就是這樣子嘛 黃國昌要他幹嘛就幹嘛 否則我舉個例子就好了 黃珊珊為什麼不在現場 黃珊珊不在現場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嘛 黃珊珊今天還在臉書發說 哎呀我財政委員會又做了什麼 跟大家講我的這個施政報告 不對耶 你們當當主席今天要辦大室耶 對啊 去大室耶 今天要試試耶 就你說你要盲財政委員會 所以很顯然 黃珊珊最近不斷的跟民進黨立委開會 不斷的跟民進黨立委開記者會 他宣告一件事情 他的顏色跟官布網路那邊偏了嘛 所以這一局要罵民進黨的局 他不沾鍋 那黃珊珊跟柯文哲有一個共同點 兩個人都是當事人耶 兩個人可能都是五大必然的被告耶 就黃珊珊閃圓圓的 他知道這件事情覺得不對 那柯文哲為什麼今天要硬著頭皮去 然後談到賴清德 啊賴總統說的是什麼 啊對 蔡英文 蔡總統說的是什麼 所以很顯然嘛 他根本不情願 是被黃國槍拿槍後面抵著 逼著上戰場 好 是不是 你對柯文哲 你也交手了八年之久 是 你對他非常熟悉 他真的充滿焦慮嗎 他一直講那哪有什麼代案呢 你告我我告你你就是被告了 他不承認他有犯有任何問題 這個就只能這樣喊話啦 就只能這樣相信自己沒問題啊 他到底焦慮還是不焦慮 當然焦慮啊 你真的覺得他焦慮 當然焦慮啊 不焦慮的柯文哲講話不會這麼小心 真的假的 不焦慮的柯文哲 五一九草根行動 民眾做主他會在那邊講說 我們蔡總統講什麼啊 未來的賴總統講什麼 他怎麼會是這樣子 他直接講那之前講什麼 蔡英文身邊的人都貪污 賴清德都是新潮流 對不對 就是這樣開嗆啦 五一九 他不嗆人了 是 所以我覺得 我真的覺得很奇怪啦 因為既然五一九要行動 要遊行 那你就要展示一個你的氣魄 展示你的正當性出來啊 可是你看喔 今天開記者會在哪裡開 在監察院 為什麼在監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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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要遊行要抗議民進黨嗎 你去監察院幹嘛 對 你是監察院說 我是因為監察院彈劾我 所以我怎樣怎樣 然後說要廢考監 然後還說國民黨支持 國民黨真的有支持嗎 我聽國民黨的議員說 他們不會支持廢考監 因為考試院跟監察院 是他們孫中山總理 提出來的嘛 不可能廢嘛 可是你看 今天他跑到那邊去做戲 然後又 最後罵的人是誰 罵陳菊 又罵陳菊 然後 陳菊也不是你五一九抗議的對象 另外 這麼大的一個遊行 剛剛有講 黃珊珊沒有出席 陳昭芝沒有出席 還有 2026年要選舉的所有議員 全部都沒有出席 大家有發現嗎 這麼大的一個 遊行動作 民眾黨發起的一個動作 他們議員也沒有幾個啊 全部揪來開記者會不行嗎 不行 所以他不是只有立委 他對喔 他雙北有很多議員的 是 這些議員都不敢來 為什麼 因為正當性不足嘛 這個開下去 我告訴你被質疑 被選民糾正的人 會是他們嗎 所以他們這一次的遊行 幾乎你看 所有的議員都沒有到 只有一個 2026要選舉的人有到 那就是黃國昌 黃國昌 因為抗議民進黨 對於他在新北市 爭取國民黨的支持 有幫助嘛 所以只有黃國昌到 其他要選舉的人 全部都沒到 因為知道這個活動的正當性不足嘛 那另外這樣 讓大家質疑的時候 他說有啊 當時這些預算都是你們議員審的 議員審的時候都過啦 難道你們當時都沒有看嗎 我們當然都有看啦 可是問題是柯文哲有預算過了 不代表你可以亂花嘛 對不對 包含這個 這個果菜市場這一件事情 你包含檢相發包 你居然把重要的那個洞大樓的消防安全 全部放在你檢相發包這一件事情 你就沒有跟議會報告了嘛 所以你被告 你被告圖利 全部用的是2014年 柯文哲說不可以檢相發包 不可以追加預算 檢相發包追加預算 就是圖利廠商 大家只是用你的名去告你嘛 那如果柯文哲行的證做得直 那你就講清楚說明白就好啦 你為什麼講說 那是議員不認真 你我審預算的時候 你不是都給我通過 我覺得用這樣子的講法 沒有辦法去澄清 而且我覺得小草也無法支持 這也是為什麼這三大奧 甚至之後會有更多案 還有更多的 會會 所以柯文哲真的在肯定 而且這一些東西 大家發現一下 包含雨果市場的追加 包含T17 18 免投資計畫書 底價下標 然後不用 只要價格標就標給新售 的這一件事情 還有金華城的容積核發 都在什麼時間點 都在2020 2019之後 剛好是什麼 剛好是民眾黨成立 剛好是柯文哲 從一個素人 變成對政治有野心 對 想要往總統之路出發 然後成立了政黨之後的事情 因為他要開始累積政治人脈的嘛 他要開始累積自己的金流的嘛 要讓這些人能夠支持自己的嘛 所以我覺得這些案子 要繼續看下去 其實你可以仔細看 都在柯文哲的第二任期發生的 都在民眾黨成立之後 而這跟民眾黨息息相關 好所以柯文哲非常了解他 今天他真的已經到了這種設立內任 然後已經不知所云 那個更特別是 今天連黃珊珊都沒出來 黃珊珊已經一段時間沒有出來 因為他之前講的都出包了 他才講說元大你開會的人名 你開會的時間地點都有了 結果元大就已經說我完全沒有 還去劇名今天更誇張的是 連當初一個月前告訴你 我對這個案子沒興趣的E-mail 都交代出來了 所以黃珊珊這個倒霉鬼 掃出來比較好 越出來越害得 將來這個官司 會變成這個檢方的證據 會越來越多了 他今天講的 哎呀你要不要吵了半天 吵一個月 吵不出明堂來 這是媒體在吵啊 為什麼一直吵 為什麼吵不停呢 他吵那麼久 為什麼吵不停 為什麼 第一個有一定是有人買 有收視不錯嘛 所謂收視不錯是我開玩笑的 表示每天都有新材料 那我問你很簡單嘛 今天本來沒有材料的啊 今天沒有新聞啊 柯文哲哪有新聞 怎麼突然間跑出來 自己跑出來做新聞啊 他怕沒有新聞啊 他怕沒有新聞 跑到監察院 監察院這個目的 只有一句話 就罵了我們偉大的陳菊委員長 他跑去做新聞嘛 照講今天最希望有人做新聞的人是誰 是北檢嘛 溫度一直保持在那邊嘛 因為民計可用 我把你壓了 壓起來對不對 搜索25路搜索30路搜索 這個北檢最需要有新聞嘛 北檢要打鐵勝任 結果他柯文哲自己跑出來監察院 大張旗鼓地想 會他的519在那邊做廣告 怎麼有這種人呢 這是他什麼邏輯啊 可是剛剛玉峰有一個邏輯是 他就是用這個活動跟北檢喊話說 你無意久不要抓我 我們有 有商有糧 還有一個 我520要參加總統 這集就職典禮 你不要在那時候 讓我不能參加 到時候總統會缺了一個黨主席 萬一被收押怎麼辦 他跟他喊話嘛 你覺得今天是示弱 當事人喔 在處在一個不確定的恐懼情況之下 會有不斷的哀嚎跟悲悲 他那個悲悲啊 會變成無目的的 你知道嗎 而且無方向感 今天看到他是完全亂掉了嘛 亂成一團 519抗議 然後520要參加總統的 就是這個 我們這個新黃登基典禮 他那就是告訴裴檢檢察官 你千萬不要再認識搜壓我 搜壓以後 21號以後再講 邏輯整個亂套了嘛 所以我剛剛講 黃珊珊這老金清楚啊 不能搞 一出一出鏡頭 談這個案子就談細節 談細節就是落入了 剛好簡書培講的那個 那個獻金裡面去 這變成堂證供 所以我覺得他今天 本來我們沒有柯文哲的新聞 沒有柯文哲的新聞 就不會討論這個議題 我們就討論這個台積電多偉大 結果他自己跑出來 跟檢察官喊話說 我要參加總統就職典禮 請你不要受壓我 你這個要去跟許巧新駕 怎麼會有這種事情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他有他的盤算 這盤算裡面 表示說已經完全失去 他的整個的五一一五七 應該有的這種智慧 完全沒有智慧 蘇陪我們剛剛提到了 金華城好可憐 好可憐 這錄音檔裡面 好可憐 到底是北市府做這個決定 好可憐 還是金華城容積率好可憐 你今天要帶我們看到的是 2020的9月21號 那時候已經講說 很多委員說不行不行 這個不合法規啊 會出事啊 好 10月26號之後 殊不知啊 這個開完會 第二次開完會之後 一切都通過了 我就想問 這一個月 中間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讓容積率變得這麼的大 有關於這個彭震生的角色 我覺得彭震生是一個 非常厲害的政治人物 我先來講這一段 這個8月19號的時候啊 金華城送了都市計畫 變更草案給台北市政府都發掘 他裡面有容積獎勵 就是要爭取560之外 還要補償20%的容積獎勵 為什麼要20%的容積獎勵 就是剛剛委員說到 好可憐啊 為什麼好可憐 因為沈千金出來發公 這個看廣告 不是說他們被欺負了37年嗎 就是這個好可憐 他們認為 他們從買了工業區的土地 變成商業區 居然沒有讓他保持商業區的 560%的容積獎勵 這一件事情很可憐 所以金華城在 有了560%之後 他又要再爭取20%的容積獎勵 送了草案給都發局 可是都發局認為 這20%的容獎的引用法條 不合道理 對啊 所以不要啊 因為你不是都更嘛 因為你不是都更區域 所以你不適合都更的容獎 所以我把你駁回 巧的是 9月21號駁回金華城的草案 9月21號居然另外一個專簽 核定幫金華城去找專家學者來開會 不是你意思說 9月21號的早上 那時候這些諮詢委員說不能夠這樣做 沒有諮詢委員 就是都發局自己的專業公務人員說 說不能這樣做 你不行 沒想到下午他又找其他人來 對 然後下午的時候就說 我們去幫他開一個會 找專家學者來幫他 想說他的容積應該要怎麼申請財核法 幫他解套 是 幫他開後門幫他解套 幫他找補習班老師來寫這個計畫書 合不合理啊 台北市民你知道最終我們現在送他的五千多瓶 這些價值上百億 你知道在這個整個過程 我們還要花一萬五幫他找老師來幫他補習 然後重點是老師來補習了對不對 老師說開完會之後 老師說不行 因為你的這一些 你就是不是都更區域 所以你無法適用都更的榮獎 老師也說不行囉 老師幫他補習之後 還是說不行 巧的是 最終 11月 10月26號 金華城再送的都市計畫草案 居然還是准用都更條例耶 不是 我聽了怎麼 你有沒有覺得你走了一招之後 怎麼還是回到原點 我今天已經花了時間 花了人幫你補習 補習完之後你又給我送一份 跟一模一樣的東西 然後我還要給你過 我還要給你過 而且我告訴你 這個過是誰過的 這個過是柯文哲清簽通過的 這是柯文哲清簽通過的喔 就是說都發局後來還是收了金華城的這個案子 然後金華城說我還是要准用都更條例 去爭取20%的榮獎 30%的榮儀 但沒有任何法條可以用 我就要准用都更 這個在柯文哲11月11號 所簽准的那個公文裡面 公務人員白紙黑字的寫給柯文哲看 告訴柯文哲這件事情 但柯文哲蓋章了 也簽了日期了 柯文哲不是說他跟財團 早就劃清界限 他最討厭財團了嗎 還幫他補習 還幫他把所有的 這些有問題的都全部都抽掉 柯文哲接了財團的陳情 然後違規的 讓他送到都府省去進行審查 後來不合理的榮獎 不合法的榮獎 還繼續給他 都是柯文哲給的 所以柯文哲在這件事情裡面 就是荒唐自己 已經設好了劍馬 因為我就是要往20%的榮基獎勵給你 所以一路本來是紅燈 全部開綠燈 就算是委員說不合法 委員到最後還是要吞了嗎 最後我要補充一下 這個彭正森很厲害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 違規使用都跟獎勵 是誰核定的 是柯文哲 在2020年11月就核定了 所以你案子在送來 我都委會審查的時候 我審到隔一年 2021年的9月9號 我就讓他通過了 有差嗎 因為誰決定讓他 用回規的法規的 是你柯文哲 對 所以我就依照審...審...審到最後 我就讓他通過了 因為我是都委會的主任秘書 所以我要把他簽合 不過你知道嗎 主任秘書雖然是彭正森 可是他讓他最後核准的時候 是該市長章 就是那個章 剛剛提到的假章 現在彭正森到底未來會不會 如果他成為五點鐘 會咬出柯文哲嗎 我告訴你 彭正森蓋的是柯文哲假 他上面還清寫喔 正森 所以他沒有要逃 這個文就是他核的 但是誰讓這個案子 準用都跟條例的 是柯文哲 所以柯文哲 你準用的違法違規的條例 我只好奉著你的命 繼續往下審 小劉你剛剛跟我說 看這些案子啊 不能只看這柯文哲三大必案 你要看的是 2020那時候 到底是哪個副市長 在處理什麼樣的案子 是 北四哥是誰處理的 黃申申處理的 台志光 金華城誰處理的 彭正森處理的 你說這裡面有故事 這故事是什麼 當時彭正森是柯文哲得力助手 很紅喔 是 2020風雲變色囉 風雲變色之後 又牽扯到金華城案子 又牽了台志光案子 你跟我說彭正森速度請辭 跟柯文講說 我不幹了 這不幹的背後 有什麼貓膩嗎 是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先講結論 就是彭正森 在2020年到2022年之間 速度跟柯文哲口頭請辭 那這個東西 其實是我從市長市裡面的 得到一些資訊 就是因為畢竟是口頭請辭 那所以代表說 他跟柯文哲之間 私底下有可能碰過幾次面 在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 被外面的人聽到了嘛 那我要講的是彭正森這個人 大家可能比較陌生 因為他畢竟過去他是 擔任所謂的公務的副市長 所以比較不會這個 露出台面這邊 那他在2020年的7月 通過放寬這個 金華城的容積率之後 然後他接受媒體專訪 12月的時候他接受媒體專訪 他說什麼 都更只有兩種人 一種是很貪心的 一種是更貪心的 哇 那請問一下 有所指嗎 彭正森你這邊講的是那些 等待都更的那個市井小民 那請問一下那些財團的 金華城呢 是你口中貪心的 還是更貪心的 還是一起刀叉吃人肉的 這些 這些人 所以很明顯嘛 你說為什麼後來 會發生這些事情 然後彭正森可能會 萌生辭意 有人會覺得是說 是不是因為 他跟柯文哲之間關係 漸行漸遠 所以他感到 覺得非常失望 所以他打算要辭職 但是 從這些 包含金華城 包含陶志光這些案子 你會發現到 有一種細思 非常細思極恐 也就是說 彭正森為什麼請辭 會不會是因為 這些案子壓在他身上 讓他喘不過氣 他知道太多了 他覺得這件事情 遲早會出事啊 所以我不想要扛這個責任 當時就速度跟柯文哲口頭請辭嘛 那第二個 質變關係質變的 關鍵點在什麼時候 在2022年那個 那個時間點啊 在柯文哲準備要卸任 前一個月 他不是跟市議會 提出了所謂的 臺志光的副議案嗎 對 當時被市議會否決的時候 柯文哲一開始很生氣啊 但他不是對市議會生氣 他是對自己的副市長生氣啊 他覺得 你副市長在給我搞什麼東西啊 你事情都處理得不好 對 我要叫你幫我弄個副議案 叫你去幫我跟議會溝通 結果你溝通出來什麼東西 馬上就被打回票 馬上副議案就被否決 連表決程序都沒有 所以柯文哲非常生氣 還直接痛罵彭政生說 小心我去做你辦公室 那個時間點我相信 柯文哲跟彭政生之間關係 已經徹底質變了嘛 那徹底質變這件事情 會造成什麼樣的問題 造成說現在這兩大案 包含臺志光 包含所謂的金華城 都跟彭政生有關嘛 那所以現在檢方 首先現在畢竟都已經 依照這個貪污治罪條例 開始準備要去辦這個案子 對他要準備辦柯文哲了 對 那當然不一定先辦到柯文哲 但是一定會先辦到彭政生嘛 因為所有這些公文的決行 很多都是包含像那個賈章 也是彭政生去代決的嘛 所以這整件事情就會讓彭政生 變得是這整個案件 最關鍵的一個角色 你當初怎麼對我現在出的事情之後 他會不會把柯文哲咬出來 對而且你要知道說 柯文哲當初他在請辭的時候 他還揶揄他說什麼 你都七十幾歲的人了 你幹嘛不要每次在那邊 跟我用這招來情緒勒索啦 所以其實你要知道說 彭政生當然新生願對嘛 新生願對就要這樣 他幫柯文哲扛了這麼多 連這個假裝什麼 我都直接說是我 對所以現在變成是說 大家關注的關鍵是說 到底柯文哲有沒有一個 像李樹德這樣的角色 可以幫他把這個責任都扛起來嘛 李樹德當時就是因為扛了這個責任 讓馬英九可以全身而退嘛 那如果彭政生沒辦法幫柯文哲扛 他轉成所謂的污點證人 他去舉發柯文哲的話 那整件事情對柯文哲就會非常非常的不利 希望爭執做柯文哲 所以現在的唯有 當年來上線 我們要沒有記憶 我和你當年來上線 我和你當年來上線 我和你們要來上線 我和你當年來上線 我和你當年來上線